第一题一般的化学反应中反应前所有物质的总质量等于反应后所有物质的总质量称为什么 那么这张考卷的第一题到第15题都非常简单甚至可以说没有什么意义 这要做反应前后总质量相同这个称之为质量守恒定律 所以第一题问我们说这称为什么我们答案选的是租质量守恒定律